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报告给大家 就在2月9日 缅北国感召开了收复国感的庆祝活动 这也是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啊 这次活动竟然邀请了民族团结政府国防部长吴一蒙 以及丁茂山博士 这个视频刚刚的发布 这个视频当中我们看到 NUG的国防部长及特区领导视察多地的合影 这充分显示了同盟军的真实的意图 这个视频就是拍摄在国感同盟军控制的滚弄大桥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背后也有群众在当地现场的观看了 就在2月18日 同盟军宣布 若开A军在若开帮的战斗当中 是推翻缅甸军人统治的 人民的战争的一部分 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 国感同盟军这个宣布 颠覆了许多外面当中很多的谣言 很多的想象 很多的传说 各种的猜测 今天终于得到了 国感同盟军进一步的回应 有些人企图分裂缅甸人民 分裂缅甸这个国家 造成缅甸的灾难为乐趣 希望造成缅甸的国家的分裂 造成这样的灾难为乐趣 终将破产 缅甸人民看起来是团结一致 打败明儿来武装的恐怖统治 国家终将走向光明 另一个消息是 缅甸两支追随明儿来武装的少数民族 他们控制着缅甸不少的区域 就在昨天宣布了 比明儿来更残酷的通告 在缅甸所有18岁至45岁的 士林男女都将征召参加三邦军 若逃离当地或者出国 他们的房屋与财产将全面的没收 不愧明儿来武装的徒子徒孙 有魔学样 不过他们比军爷明儿来更狠 对自己的族人都不放过 可想而知 接下来缅甸会面临着多大的灾难 缅甸国家的复杂性 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某些地方赤利 长期与明儿来武装的勾结 毫无人性和道德 看重的是自身利益 在这个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选择了与魔共舞 这些组织有奶便是娘 不顾自己民族的利益 他们的下场 也许与明儿来武装是一样的 终将成为过去 而缅甸也将迎来美好的未来 今天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消息传来 就在仰光兰达亚工业区及各省的军战区部分成衣工厂 收到了大量军方的订单生产军服 这意味着明儿来武装找到了钱财 有钱可以瞎折腾一下子了 前往作死的节奏 明儿来武装在播报中表示 少数民族已经不把自己当作缅甸的国民 勾结外国势力 推翻自己的国家 其实我们知道真相的就是 推翻自己联邦的人是他自己 七十年以来 军方的所作所为已经一目了然 倒把一耙的谎言 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明儿来武装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将要来临 他们最后一搏反正也终将一死 对他们来说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谁叫他们当初利益熏心 头脑发热呢 那些跟着军人混的 也到了他们卖命的时候了 这军服做好往他们身上一套一穿 赶往前线去送死 吃进去的好处都是要吐出来的 别光想着占军人的好处啊 到头来要加倍偿还 军人后称征兵每年将近 最少六万 这六万兵力吃和拉撒需要财政的支持 而缅甸军方入不敷出 哪来的自信 号称将养兵百万 这肯定是吓唬人的 还是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关照呢 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而明儿来武装大批人员的阵防投降 不出这招 他们也实在没办法混下去了 走投无路靠吹过日子 坏事做绝报应也到了 这就是做坏人的下场 2月19日的战况 柯青独立军KIA及联军 历时两天 以200名兵力攻占了曼西镇 军方的战略要地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月17日凌晨5点 就在2月19日的上午11点 柯青独立军局联军对明儿来武装曼西镇的据点发起了总攻 联军包括人民保卫军PDF 也包括若开A军 但是明儿来武装也不想放弃此地 最后也进行了空袭造成了6名平民的死亡 30多名的平民受伤啊 联军占领此地 也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就在军方发布的强制征兵令 对缅甸民众产生了剧烈的震荡 寻求AUG的帮忙 他们要逃离此地 加入PDF 这背后的照片 就是在曼德勒申请护照的民众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这是在仰光 也是数千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想拿到新的故障 逃离自己生他养他的国家呀 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 我们再播报一下国感相关资讯 特区妇女协会慰问同盟军伤病员 传递温暖与祝福 就在2月19日中午12点 同盟军司令员的夫人 第一特区妇女协会主任 李珍珍携带协会成员 前往同盟军疗养的地点 慰问正在疗伤的同盟军伤病员 第一特区财政部工商局组织开展食品 卫生安全专项的检查行动 缅甸三邦第一特区老街市政府 关于成立特区便民咨询办公室的公告 我把这个公告打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了解一下详细内容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